这个资料 我是直接来排序的 可是我今天要把第一种跟第二种 做一个连结的话 也就是说我今天 要把那个刚刚写好的 就是第一个是 建一个array 然后再塞资料 那可是这个资料呢 是我预先已经知道了 在这个清单 就是建一个array开头的地方 那可是我这个地方 我希望怎么样 把它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这个 我工作表里面 再把它塞过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写法 有稍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你是会配合 像这边我们是宣告的时候 不给他说 我不知道有几个 几个我要放的那个资料 那我可以用刮符 可是呢 如果我已经知道了 总共会有 这边总共会有13个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要给12 宣告的时候就要直接给 告诉他说 我要直接给这个空间 就是0到12的空间 有点像你去订餐厅嘛 然后呢你要几个 你先跟他讲 会比较保险 那这个地方的做法是 因为我也不确定有几个 我可能知道说 我有很多人 那这个地方array的意思说 反正你来一个 就是做一个位置 来一个就是做一个位置 来一个就是做一个位置 这是用array的叙述 就是来一个放一个 来一个放一个 最后的话呢 放完之后 我就知道有几个了 所以这个是后来 再去给一个长度的 那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要把这个改写成 我们第三种的话 就两个结合的话 你可以把第一个复制贴过来 然后呢宣告的时候记得 直接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知道长度了 所以我直接给他一个12 那12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里面会放0到12 所以总共可以放几个呢 可以放13个 常常有同学搞不清楚 0到12 应该放12个吧 不对 应该放13 因为他从0开始 OK 这个很重要 好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把资料 搬到正地里面去 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把这个 是把上面这个 搬下来改写就好了 上面这个 有没有 把它搬到这边来 我刚刚是要写到 刚刚就是直接取得之后就排序 可是我现在不是用这个来排序 而是用取得的东西 先塞在正地里面 就是把甲搬塞在第一个 乙搬塞在第二个 它怎么塞 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用的是for i 不是1到13 是0到12 为什么 是以正列的位置当成基准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取得于x 那取得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这边请记住 因为是0到12 所以请你把i怎么样 再加1 上面是没有加1 这边请你加1 为什么没有加1 因为这边是0开始 那就取得甲搬之后 再塞到正列的什么呢 第i个位置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不习惯 我可以用1到13 那也可以啊 如果你用1到13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把这边怎么样 不要 这边变成这样 要减1了嘛 OK都一样 那另外有同学想说 老师好麻烦 他加1减1哦 我脑袋没这么好 那可不可以换个方法 干脆你这边给他13 就好了 那13的话你想说 那我这边可不可以这样放 可以啊 那你想说 老师那这样子的话 好像怪怪的 对 因为第0一个会空下来 也就是你要浪费一个空间 浪费一个零 可是说真的 现在机体这么大啦 就像说你一个餐厅 大到跟一个大巨蛋这么大 那你随便做好了 管它 你要让 反正呢 位置来一定有的话 那没差 所以哦 如果你要让那个正列 变简单一些些 你干脆哦 就浪费第0一个 不要做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这样写 对这样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你也比较不用 就还蛮 加1减1 有时候光加1减1 头就已经很痛了 那这个排序的话 那你干脆就是1到13了 有没有 就直接1到13 然后做什么排序呢 就直接1 就移到哪一个呢 移到也不用加1了 序词直接就是第1 有没有 这样就直接OK了 更简单 13 一个萝卜一个坑 然后移到他要的位置去 第几个 第1个 第2个 更简单 这样好像 好 所以顶多就是浪费第0一个 不过我觉得好像这样 好像更简单一些一些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好了 OK好 那试一下 这样的话呢 那不过跑一样结果 可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说 我把游标先 中断点设在这里好了 直接跑一下 停在这里 先不要排序哦 那可是我不知道说 奇怪 我塞进去东西在哪里 其实你可以 先这个中断点 然后呢 在这个买序的上方哦 记得选它 按右键 这边有个新增间看似 因为正列这个东西太抽象了 你根本不像是一次又看得到 可是呢 如果你还是想看到的话 你可以新增间看似 然后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这边有个眼镜 眼镜的右边有一个加号 你把它展开来 这边就告诉你了 有没有 也就是说 以后如果说 你如果想要 看到正列里面的东西的话 其实 当然呢 在以色列里面 方便的地方是看得到 可是如果说呢 你以后呢 正列这种东西 要除错的时候 最麻烦的 因为你看不到 你错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正列里面 到底存了什么东西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配合几个重点 这个我想书里面几乎 应该没有办法跟你讲这个啦 因为这种是实作经验 有些书跟你讲说 要怎么除错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那我的经验是这样 第一个 设个中断点 中断点应该会吧 点这边一下 加上去跟取消方法都一样 再点它一下 就取消了 第二个的话呢 直接在某一个正列上方按右键 新增一个监看式 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你把它展开来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正列 现在放了什么东西 那这个有助于就是我们将来 在程式除错的时候 尤其是一维正列还没什么 还有二维正列的 二维正列就恐怖了 有的时候里面资料一大堆 你根本看不到 那这个时候 即便是再有经验的人 他也很容易怎么样 不知道到底资料 为什么错误的时候 就需要用监看式 这个监看式的话 在其他的语言 Java里面好像就没有 这么好用的功能 所以这个功能的话 我觉得还蛮棒的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看到甲班1到13 刚好就是我们的规则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继续跑了 跑下来的话 应该就是我们要的排序顺序 来试一下 不过因为原来已经一样了 所以我刚才反序 把它改成1 再重新倒过来排 另外的话 刚好同学提过说 要把这个before改成after的话 有没有 QB牌可以啊 其实就打一个什么 我印象其实是after 然后怎么样呢 13 这样可不可以呢 试试看 有没有 有可以排了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它跑得好像 如果把它改成1的话 等一下再让它乱排 也是一样 对对对 因为after嘛 after指的是右边的 所以变成说第一个永远不会被动到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把它改成13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排起来好像会比较慢一点点 为什么它等于是多了一道手续 先放在正面里面 再把正面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会慢一点点 不过说真的这种速度 相差大概是千分之一秒 其实有什么差 对不对 反正跑得出来 根本没感觉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试试看好了 来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那云端上面我放的那个方法是有加1减1 不过后来我看 如果你们比较不是说常常在用照正列的同学 干脆可以把那个第0个那个忽略掉好了 我觉得这个会对各位在将来在写程式会简单许多 现在以前同学常常写错 就是哪个地方加1 哪个地方减1 就头晕了 哪里加1减1 干脆全部把0略过好了 还是个好方法 那我也把那个程式也把它再update一下 所以上面的东西 在云端上 各位也可以在那个工作 在程式码里面 可以应该可以找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程式码 那么 Always стоит 那么 Ну 那 咱们